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學習攝影非常早 大概在七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初期 原因是小時候 我跟我的爸爸到河南的農村去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間 我父親作為社會科學院的知識分子 當時在文化大革命中 全部被下放到農村去 社科院的幹校在農村 在一片曠野裡 我們住在一個小學校 那麼我父親有一個好朋友 叫蔣和森 他是北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 非常喜歡攝影 那麼知識分子到了農村 就沒有專門的研究工作可以做了 所以就帶著他的兒子和我呢 一起到農村田野去拍照片 他非常喜歡拍照片 那麼把照片拍回來以後呢 晚上呢我們就在自己的家裡 學校的宿舍實際上 用煤油燈 我記得非常清楚 用非常古老的一種煤油燈 不是電的 不是現代化的 點火 然後在煤油燈的外面包上一層紅紙 紅色的紙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 然後沖洗照片 所以這樣的經歷呢 就激發了我對攝影的興趣 因為在幹校就經常在沒有燈下洗照片 那麼這樣對攝影的整個過程呢 我就非常的感興趣 那時候不是我自己拍 主要是他爸爸拍 然後呢他也把照相機交給我們 讓我們試著拍一些 拍完了以後 後續的一切由他負責 重洗膠卷啊 完了以後 這個在暗箱上進行顯影啊 完全由他來負責 那麼我們呢 替他做助手 所以當你回到北京 你有學過照片嗎 我1971年 從幹校回到北京 進入一家工廠當學徒工 那時候大概16歲 16歲 學徒工的工資非常的低 每個月16塊錢人民幣 每個月16塊錢人民幣 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 因為我們家已經到幹校去了 但是在北京還有很多的物資 存了很多東西 我就把很多有些東西呢 拿出去到舊貨店賣了 這樣的話 加上一點點工資 然後到舊貨商店 買了一個二手的相機 我記得那二手相機是蘇聯的 蘇聯叫佐爾基的 一個牌子的相機 那個舊相機 然後就開始了我自己 攝影的這樣一個開始 那你去學校嗎 我沒有經過專門的學校學習攝影 一直是有一種強烈的興趣支撐以後 完全靠自己去學 所以我的專業攝影經歷呢 是在北京廣告公司 從1984年到1988年 那是在北京最大的一個廣告 國內最大的一家廣告公司做攝影 那麼那時候除了平面攝影 還有電視廣告攝影 還有一些專題片 電影的專題片等等 都進行拍攝 從80年代開始 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了 就80年 北京開始了恢復 就是攝影的一些組織 包括也恢復了攝影的一些刊物 攝影的刊物 但是在80年代以前是沒有的 文化大革命這一切都停止了 民間的攝影活動 官方的攝影的創作完全停止了 80年剛剛開始恢復 但是在80年代開始攝影的時候呢 開始恢復了攝影 大家可以進行攝影創作了 公開地進行攝影創作 那時候我已經有十年 大概有十年的個人的攝影經驗了 所以在80年代初期呢 那麼我參加了一些攝影比賽 經常的獲獎 獲了很多獎 所以在80年代的初期 那時候我在 那時候在攝影的這個圈子裡 國內的攝影這個圈子裡 已經有一點小名氣 那時候正因為有這點小名氣 和有各種各樣的獲獎作品 我才能夠進入廣告公司 從80年代開始呢 我就開始比較主動地進行創作 就是所謂的有一種創意性的攝影 創造性的攝影 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記錄 比如說簡單地拍風光啊 拍人像啊 已經不是那樣的一種攝影了 但是儘管是這種攝影 也還是侷限在這個 純粹是一種視覺化的東西 就是一種比較特別的一種視覺化的攝影 就是這樣的一種類型的東西 跟這些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比較像 比較像 比較像就是說 這類的攝影 就是 它是一種 非常 非常有個人化的 意味的 個人化的視覺的特點的 這樣的攝影 不是觀念的攝影 並且那個時候呢 其實中國根本沒有開放 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開放 所以對外來的信息完全是閉塞的 完全不了解西方和外國的攝影 是什麼情況 那麼 只有在廣告公司的這四年攝影呢 完全是一種 廣告性的 就是說 為客戶進行廣告宣傳 進行創意的這樣一種攝影 你會認為 你的《Hutong》系列 可能是《Tenamon Square》系列 會認為這算是 劇場嗎 會覺得這兩種相對的 會是對於《Hutong》 還會會更多 《Hutong》 還有《Hutong》的攝影 還有《Hutong》的攝影 完全是一種 非常自覺的一種攝影 就是说摄影作为一个记录和保存事物信息的一个媒介 它非常有意义 如果你用一种你个人化的这种方法去拍摄 你希望拍摄的对象的话 那么我觉得它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所以在拍摄这个和胡同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摄影这个理解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对我来说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因为经过80年代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拍这个天安门事件还有胡同的时候 相对来说在摄影的这种无论是技术还是想法方面 我自己觉得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阶段了 这个系列从来没有发表过 在中国不可能发表 所以自从拍摄记录了以后 这个到现在已经26、27年了吧 一直没有在中国公开过 这也不是公开 只是在我私人的空间里 所以第一次出版是在香港 是在香港出版 那是在2014年2014年年底 因为那个距离天安门事件已经25年了 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 那从我的感觉当中呢 这个底片在我的这个箱子底下一直在藏着 一直藏着 实际上底片已经变黄变黄了 它胶片也会因为时间而老化而损坏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呢 这个用一种方法把它给呈现出来 恰好就是说我想这个 在中国六四是最敏感的政治事件 完全不能公开讨论 作为底片呢 从来也不能到外面去把它制作成正式的照片 你根本没有地方给你做 人家都是非常害怕的对这件事 所以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直接干脆就直接的用底片的方式 把这个事件 把这个当年的这种记录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呈现概念非常好 我自己觉得比较好 从他们内容本身 作为六四这个题材 它完全是政治化的 完全是政治化的 但是实际上底片这个概念 本身 我所要强调的主题 或者我所要强调的根本的东西 还是针对摄影的 你跟他说 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呢 摄影的方法完全改变了 在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以前 没有数字摄影 所以这个完全是135底片 底片的一种摄影 那么 胶片摄影和数字摄影 有个很大的区别 胶片摄影 它是物质化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的摄影的成像的 整个的一个原理 它需要经过光在化学 通过化学反应 在底片上的化学反应 并且最后把那个影像 保存在胶片上 这个胶片就是物质的 但是数字的 完全没有物质化的东西 它是经过计算的 它完全是计算的一种方法 所以 过去的这样一种胶卷 它是我们 在信息的传播时代 它是正向 就是正式的照片的基础 复制正式照片的基础 所有正向的照片 都是通过这样唯一的一张底片 不断地复制出来 复制成很多很多的照片 进行传播 但是底片是唯一的 底片唯一的 所以在今天呢 看来 底片的这种物质性呢 具有一种不可更改 或者记忆保存的一种原始性 或者是它的证据性 非常强烈的证据性 但是今天的数字摄影呢 就没有这么 因为它不是物质化的 它是完全是数字计算的 所以它的 就没有这么强的证据性 比如说 如果拿到法庭上去 作为一种证据的话 底片就没有问题 照片证据性要比底片弱 就是正式的正向的照片 通过底片复制的照片 可能会证据性比底片弱 那么今天的数字 数码的摄影 如果你拿到法庭上去 法官一般是不给承认的 除非你有很明确的公证 经过很明确的公证 它可以作为一个正式的证据 否则的话 数字摄影的证据性很弱很弱 非常困难 要想改底片非常困难 所以底片那个概念本身 既是一种物质化 证据化的一种概念 同时它又是在针对今天的数字时代 进行提问 对今天的数字摄影进行提问 那么它中间揭示了胶片时代 胶片跟今天数字摄影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因为数字摄影是从胶片摄影发展过来的 所以在胶片时代 最第一次 第一步的影像 就是副相 就是副的 第一次比如感光 第一次拍下来 它就是副的 但是数字摄影没有副的 所以这意味着 你没有工作在数字摄影 你做的吗 现在完全用数码拍了 现在完全数码拍了 所以这个底片的摄影 是一个自然的 历史的 它并不是我有意地 要用底片去拍 那个年代没有数字 所以在整个的作品的概念当中 这种底片 这个概念本身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它是物质化的 那么它是证据 它是一种证据 它跟数字相比 它是物质化 而数字非物质化 我最重要的是提出 这个摄影的根本性的问题 这是第一位的 让别人去思考 思考胶片的这样一种证据性 它的这种副相的这种方式 所给人的一种意义 所给人的一种启示 这是第一证据 那么天安门事件 在这个整个的作品当中 它是第二位的 对我来说是第二位的 事件本身第二位的 除了天安门事件 当然我拍别的事情 可以 没问题 日常生活当中的一张照片 过去的底片摄影 我如果把它做成副相的话 它也可以作为唯一性 唯一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证据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会显得 比天安门事件不合理 作为内容和材料 天安门事件是最合理的 因为这个天安门事件 在中国并不是人为的 我要把它保存25年以后 再进行发表 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事件 它被官方 在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当中 它一直被压制 一直不能公开讨论 官方的目的 它的目的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但是有些影响 是更加热情的 也非常多 但是没有选择 因为我的这个目的 并不是说要强调 这个事件 它的政治的这样一种信息 政治的这样一种意义 所以我觉得 不必要一定要刻意地去强调 就是说这里头的血腥 暴力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 再说呢 就是说如果 我身处北京 我身处中国 我身处北京 过分地在这个作品当中 强调这个事件的血的这一面 流血 包括镇压的这一面 我想 那么我也不会这么安全地 就待在北京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底片 我刚才说的这种艺术的这个 概念的这本身的意义 这个事件是第二维的 第二一个呢就是说 我也不想过于地强调血腥 这个已经让政府非常地不高兴了 非常不高兴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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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